我曾叫获军系钱粮 也不曾 诸葛亮脸色一沉 既然如此 杀你也就无话可说了吧 推出去 长了 是 此言一出满座皆经 关羽是什么人 是整个刘备军营中仅次于刘备的存在 如果连他都要被处死 那么以后其他人还有法外开恩的机会吗 于是乎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 呼啦啦跪倒了一大片 最知 刀下留情 刀下留情 军事留情 尽管囚警队伍的规模宏大 诸葛亮却依然不为所动 以至于连看信的刘备都觉得 诸葛亮怕是真要歪死关羽 当年桃源三结义的情义 让他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了 于是扑通一下也跪了 军事 刀下留情 军事留情 既如此 亮还有何话可说